在右上角有一个menu键 这个menu键我按一下右上角 这个menu键 在4点X的时候它变成这样 可是2点X的时候是一个menu的按键 会跳在下面 基本上原理原则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4点X把它放在右上角 其实作用差不多 如果里面我今天希望显示卫星图的话 这边打勾 那各位可以看到下面的部分的话就会变卫星图 然后再点击menu键之后 右上角有个显示交通状况 我先把卫星图先打勾取消 因为交通状况就在卫星图有点怪怪的 比如说到底有没有塞车 其实这个还蛮好用的 我常用就是说 可以看到哪里车比较多 哪里车比较少 尤其是 你把它缩小之后你会发现 哪里 红色的区域表示 比较塞 那可以看到 现在市民高架 市民高架 在东往西方向 已经开始在塞车 其实如果你会 你有这个Google地图的话 其实可以 大概就知道说现在路况了 所以有时候出门 可以先看一下 其实还蛮方便 路况 行山路这边也塞车 这边都塞车 那中山高现在还没有塞车 OK 另外的话 右上角这边有移到目前的位置 我点击那个移到目前的位置的话 他就会 再帮我缩放到原来的位置 右上角这边 移到 目前的位置 这个时候呢 我坐标就会移到我现在GPS的位置 因为我缩放的比较 比较小了 所以现在看不出 我把它往RUN IN 放大之后 各位可以看到我现在的位置 就在这个228公园这边 没有问题 OK 这个因为 他 交通状况我把它取消掉 又恢复了 那另外还有什么呢 关于我的地图 按下关于About 有没有 这边的话也可以跳出什么 跳出一个RN Dialog 有没有 关于我的 这边有个什么 体验版等等 你可以把相关讯息放在这里 好 那这个部分该怎么做 首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DEMO 那也就是说多了一个什么 多了一个那个 这个 一个叫做 我想这之前我们有跟各位讲过 做menu部分 那比较重要就两个东西 一个叫Uncreate Option 有没有还记得吧 如果不记得的话 请回头看一下那个 我们menu那个章节 应该是在第8章吧 第8章里面的 影片啊 画面请各位 把它拿 那因为我们会需要一个menu 所以menu从哪边叫呢 我们可以用一个叫 GetMenuInfect 还记得吧 然后呢里面有个方法叫Infect Infect 把什么呢 menu这个 资料夹里面的一个man 把它叫进来 叫出来对不对 那里面的话我们就必须 先在这个menu的资料夹里面 先建一些menu 所以现在拿resource里面 找到那个menu menu里面有个man 这个man打开来 或者你叫menu也可以啦 反正名称的话 只要对得到就可以 那里面呢 基本上我就刚刚的按钮 一个叫卫星地图的 好 好这边的话呢 对应的名称 我前面讲过 基本上 就是id 跟名称 其他的话呢 看你要不要加啦 如果不加的话 你如果说希望他能够什么 checkball checkball就是打勾 不打勾 那你可以在那个menu上面做打勾不打勾的效果出来 就是可以从这边 那check的预设值 要不要打勾 false 所以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要变成一个打勾状态的话 那你可以在这边设为true 那预设值为false就可以 有没有所以你会看到那个 有没有check的那个效果 其实可以从这边去加 那其他上面这两个我想跟前面是 一样的只是 底下这两个是新的 所以这个其实各位也可以 把它拿来应用 因为这个其实还蛮好用的 这两个 糟糕有点跑不太动 OK 好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traffic 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里面的话包含就是说 我的 这个是显示交通状况 那有没有check的 checkable可以 然后其他的话还有就是这个是 移到目前的位置 那底下不是check的 所以我们点下去它就直接执行 还有set gps 还有这个设定 定位服务 还有about 总共会有 5个项目 我们要先加清单 加了清单之后呢 如果你是2点差的版本 它会在下面显示 如果是4点差的版本 会在右上角显示 这个差异我想各位要了解一下 不过是一样的东西 第1个 第2的话呢 我们切回到那个 Activity 里面 Activity 里面要做哪些事呢 主要是两个方法 一个方法叫 Uncreate 叫Option Menu 这个是怎么样 这个 这个是uncreate 当uncreate的时候呢 就Activity 生命周期 uncreate 之后顺便会把Option Menu 给载进来 那这个动作只是载Menu而已喔 实际上呢 你点击之后呢 会去执行里面的实作 是在哪边呢 是在 OnOption 特别说 OnOption Item Slate 这个方法 就是当我们什么呢 当我们那个选项 被什么呢 被 选取的时候 或者被点击的时候 他就会触发 那他会传进什么东西来呢 会传进一个叫做 Item的 怎么样 一个Menu Item 的一个 算是 这里面的这个Item 传进来的话 应该是一个什么呢 一个Item的一个物件 参数 那我们可以 透过这个Item里面的一个方法 叫做 Get的什么呢 Item ID的这个方法 去取得 到底这个Item呢 是哪一个Item 比如说我们不是有五个Item 那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去判断 那判断部分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SwitchCase 或者 Else 都可以 那里面的话呢 我们可以 判断如果他的ID 上面有很多ID 比如说 这个卫星的 选项 那我们如果有卫星选项的话 我们做卫星选项的处理 就是其实最重要是怎么样 把它改成是这个 有没有 这前面我刚才有秀给各位看 就是说呢 它的MapType 把它改成卫星地图 反之的话呢 改成什么 一般的Normal OK 所以可以从这个地方 去做切换 那上面可以先做 做一个判断 判断什么呢 Is 什么呢 Satellite 就是是不是 显示为 这个卫星地图的状态 如果是的话呢 那 当然我们就去做 就不用切换了 反正已经本来是了 你就不需要 去做 只是说我们要处理什么 Check的 这个 这个属性的变更 如果说Item 等于什么呢 就可以把它变更什么 是 打勾的状 状态 OK 去处理它打勾的状态而已 那再来的话呢 Traffic 这个是 要不要显示那个交通状态 那当然也是判断一下 如果是的话就把它打 就本来就打勾了 如果 反之的话呢 就把打勾取消 可以去处理那个打勾的状态 然后里面的话呢 我们可以SetTrafficAble Able意思就是说你要不要去显示交通状态 那把属性的地方 把它放一个IsTraffic 那就是 把那个交通状态呢 给显示在 我们的地图上面 OK 第二个 第三个的话呢 就是说 移动到目前的位置 那这里我们需要用那个方法 前面好像有用过 就是叫做 Animation Camera 前面不是有一个当 LocationChange的时候 我要把那个位置移动到中间 那一样的方法就是说我要移动到现在的位置 那其实这边 有个Current Point 这Current Point就是指的是现在的位置 我们有把 就是这个Location先把值先存在这里了 所以基本上它就会 去移动到我们现在的位置上面去了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 我们去Set GPS 这个前面有 有用到过啦 所以这个我想各位可以看一下那个叫 Action Location的Source Setting 它会跳出什么 就是那个 Menu 可以让使用者去挑选 到底它用哪一种方法定位 有三种嘛 对不对 就是那个精准的GPS 加一个WiFi 加一个WiFi 就是这样 被 就是被动式的那种 定位模式 然后让它去挑选 会有三种模式让它去挑选 最后一样 就是Set Activity 这个前面有用过 最后的话呢 是一个About 刚刚那个讯息方块 没有 其实就是一个Earn Dialog 但是呢 它没有 它这个地方 非常简单就是Set Title Title部分的话就是关于什么 关于我的地图 那里面的话Message 再一个什么Positive Button 就是一个主要的Button Button上面的话非常简单就关闭 关闭之后的话其实它没有做任何动作 所以后面传一个怒 有没有 最后怎么 记得点Show 因为它是一个什么匿名物件 例面物件的 方式 那特别注意 它后面只传this 为什么是传this 前面有同学 问过 说 老师那为什么在 另外的地方 在Button的实作里面 前面要加一个什么 这个类别的名称 特别注意 其实主要的原因是在这里 因为我们的方法 这个方法是谁的方法 这个方法是 Activity的方法 那Activity的方法 它自己本身的方法 可以 呼叫 那如果你在Activity的方法 本身的话 它呼叫到一定是自己本身 List指的一定 无庸置疑 一定是指的是这个Activity 但是呢如果你今天把 这个程式 就是在LandDialog 是写在Button里面 当按下Button的时候 才去 跳出这个 LandDialog的话 那它呼叫的就不是什么 呼叫就不是自己 List指的不是List 自己本身 也可能是别的 别的Class 所以 我们就要指向 给它一个名称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你是在什么呢 你是在这个类别里面的方法 那就不需要去加什么 加那个 就是加一个 它的Class名称 那如果你不是的话 那你当然就是要加一个 不过你会发现那个 可能同学会搞混 就是那个 主要是TOS 因为TOS 你打List就OK了 那主要原因是因为 TOS是隐含的 隐含的 这个类别 它不需要去呼叫 它本来就存在了 也不用去 New的动作 所以 你给它List 它自动也会抓到 这有时候同学 比较容易混淆在这里 所以这边顺便讲一下 OK那最后的话呢 就可以把这个地方秀出来 那这里我想各位先试试看 主要是加了 一个menu 所以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uncreate option menu 把它载进来 一个是 当这个按钮被点击的时候要做哪些事情 OK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等一下我会再把这一个 三个画面 再传上去给各位参考